在论媒写作的理论知识 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 那么昨天下午 就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实践 做了一个演示 加以忠誉专家的精彩点评 这就等同于让我们 刚刚学到的理论知识 有了一个大量的例证分析 今天给我们带来讲座的是 钟永教授 钟永教授是澳大利亚 西南威尔斯大学 博导西北大学特定教授 Rural Education 指编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eners 和META等SSCI A and HCI 期刊编委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和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等五家 SSCI 期刊審稿专家 发表SSCI A and HCI 任文二十多篇 出版《走出非洲》等 就布专家 就布专注 融获 让我们感觉到了一场 这种目的清风 醍醐灌瓶 获然开朗 现在把时间留给钟永教授 让我们以乐力的掌声 欢迎钟永教授 让我们带来经验 各位早上好 首先感谢各位嘉宾来到这里捧场 给我一个机会分享 然后感谢华大 华侨大学毛院长和各位同仁 提供这个宝贵的平台 让我有机会也来分享一点 自己的一点心得 什么叫讲座 讲座是有人讲着有人坐着 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都是要去分享点东西 吸收点东西 思考点东西 我也来凑醒 我先来做个温故知心 看大家昨天接受的东西 是否到位 是否思考 是否有点记忆 大家看看这个照片 有熟悉的感觉吗 最左边的是什么 最左边的 最左边这个 这个是不远不近的那只 Nephew 猫 记不记得 最右边的那个是什么 是一个生下围狗 一辈子想当猫的希望猫 对不对 中间这个 是离得特别远的那个远景 就记得我们昨天学了Model 其中有远近中 中间这个是最远的那个 让你渴望不可及的偶像 最后边我们回到最后边这个 这个是中体 告诉你不远不近 隔壁的那只猫 天天向你讨吃 你不给他叫法国 如果这个熟悉了 证明我们昨天就学到东西了 其实我很想像冯老师一样 但是我没有那种朝气热情 我又很想像赵老师一样 但我缺乏那个乐理 所以我今天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照本宣科 讲我的东西 讲之前先做点推销 我到处做一些讲座 如果大家对学术活动 学术研究和发表感兴趣的话 我有些讲座做成了视频 我有个系列 这是其中第一第二第四第八个讲座 这个PPT呢 留在了desktop上面 欢迎大家拷贝 所以呢你到时这个link 打开就能看到我的一些讲座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一般的 一般性的要求 或者惯例 学术发表方面 第二个是最近做的 关于这个学术创新 在文科 在语言 在翻译 在媒体方面 做研究 怎么创新 有六个路径 我讲一下 第四个是个人的一个做课题项目的经验分析 第八个是国际翻译理论最新的走势和这方面的创新 欢迎大家用各种途径分享 我出身是搞翻译的 也搞传媒 也搞教学法 这是我其他的一些教学法 或者翻译 或者传媒方面的一些讲座的视频 也欢迎分享 那么现在呢 进入主题 我经常说我是个江湖郎中 到处在那里吆喝半天 进不了主题 拿不出干货 那么我现在就赶快抓紧一点 进入干货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大概的这个路线图 我们会先开一个小小的范例 先感受一下 先做一个热身 先大家分享一下 判断一下 什么样的学术 是好学术 然后我会做一个对好学术的定义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是好学术 第三个 我很想专注地讲一下 做学术 特别我们国人做学术 包括我自己 经常掉进的一个陷阱 专门针对这个陷阱讲一下 然后呢 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个 另一个例子 另一个论文的一些梗杆 或者它的路线图 这个论文可能已经引进了 大家已经拿到了一篇了 一个拷贝版 如果没拿到 我也放在了这个 Destop上面 欢迎大家 分享 在下面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 我希望 看到的 学术的范式 或者一个 基本的结构 一个国际学刊上可以发表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当然大家会说 法无定法 条条大路通罗马 除了一条 一个范式 除了一个结构 有没有其他的 当然有 我也讲另外一个 有空的话可以也花点时间讲另外一个 实际上 本人也是个多元主义的坚信者 我坚信多元主义 坚信法无定法 坚信条条大路通北京 或通过马 但是 针对我们的国人做的 随属的一个陷阱 我希望呢 讲一个理想的模式 然后 我会讲到 除了 作为一个论文 它的基本的 大的框架以外 还在这个表达法 句子方面 和大家一起 做一些探索 最后呢 会有一些quiz 看看大家 看看我讲的是否 有用 和大家是否关联 以及大家是否可以理解 我讲到的东西 最后提一下 这个讲座 我相信对以下的同仁 师长 和学生 有用 第一个是读学术 学位的博士生 或者研究生 第二个 如果你想发表国际论文的话 在国际学刊上 发表论文的话 希望对你有用 如果你在某些学术刊物上 书籍上 发表chartes的话 可能也有用 但对很多book chapters 没有太大用处 对什么没用 我今天讲了 对整本书的写作 没用 对书评 没用 对创意性的 或者宣言式的 那种assertive articles 没有多少用处 我今天专门讲的 就是一种学术的范式 和表达法 那么我们先注意 进入第一个环节 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个梗干 我领导讲座的时候 加上一个梗干 一个摘要 或者一个梗干 大家看完以后 有什么感觉 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可以 或者不可以接受 能不能想出一些道德 一些说法 一些原因 为什么可以接受 或者为什么不可以接受 作为一个摘要 或者作为一个synopsis 大家是否可以接受 大家是否可以接受 是够大吗 能看见吗 能看见吗 首先 有没有朋友认为他学术性 够强了 足够了 有没有 有没有摇头的 有没有认为他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有看见有点头 有没有摇头的 表明不可以理解 有没有认为 他可以自圆其说 本身是一个story 本身是一个narrative 有没有 如果点头他表示 基本上合格 如果摇头他表示 不合格 给我一些signals 好吗 最后 问大家 他像不像一个摘要 看见很多摇头的 有没有点头的 有没有点头的 说实话 有点小失望 有点suprised to me 我们再看下一条 再给大家一个option 大家看看这个摘要 自小一点 觉得这个作为摘要 或者一个synopsis 以本一篇文章的大概的走势 是他的总结 或者作为他的摘要 abster 你觉得可以合格吗 觉得合格的可以点头一下 觉得不合格的可以摇头一下 为什么摇头 我相信高老师一定很熟悉看这个 虽然没看过这个主题 记不记得我们前两天在一个群里头 看过一个摘要 一个真实的摘要 一个东北的学者 发表的一个论文的摘要 我看了以后我就照着他 用我的做的专业写出一个摘要 模仿他的规范 模仿他的思路 用我的专业套进去 写出一个新的摘要 大家喜欢吗 为什么不喜欢 我看摇头很多 从他的概念方面来讲 有什么东西让你很反感 太多概念 我记得当晚过去 就说 我说 写漏文不要堆积概念 然后高雪松说他 已经看昏了 已经写不出评价了 如果让我去看 我自己都晕 虽然2.0课程是我设计出来的 是我所谓建议的 或创建的 我自己写完 我回头去看 我都晕头晕脑 为什么 因为他在堆积concept 你在这里你可以数到 每一行都有好几个concept 2.0课程 即认知学 行为学 教育心理学的核心概念 首先这些 它们不是概念 它们不是核心概念 它们是许元科 它们是disciplines 它们不是概念 但是你放了太多以后 很吓人 特别是不要拿概念来吓人 特别是不要拿概念来吓编辑 和评审专家 像 我相信像很多评审专家 如果让System的主编去看 他一看他就告诉你 对不起我看不明白 我晕了 我退稿了 你看到每一句里头 都是概念 他本身 有几个缺点 概念太多 变得inaccessible 第二点 他在making a lot of clients 他在做了很多想说啥说啥 第三点 他本身不是一个narrative 什么叫narrative 就像中国人说 要讲一个好故事 这个好故事要有情节 要有来龙去脉 要有twist 要有中间小变化 最后呢要有个message 让人家还可以看明白 还愿意看 这个大家不愿意看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相比之下 我宁愿 我宁愿写这个 简简单单的 本身是个story 本身是个narrative 本身 用很play straightforward 做文的语言 平铺直述 说啥是啥 实事求是的语言 把两三个概念 讲清楚 把来龙去脉 把过去是什么 现在是什么 将来怎么样 我做了什么 我有什么结果 讲清楚 这就是一个 无论怎么样 我自己写的摘要 我还愿意看 刚才那个我写出来 我都不愿意看 下面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先看着时间 我要把握时间 我这个人没时间概念 第一天吃饭一来 我就收到毛老师两个message 中午一个晚上一个 中午我们快点来 我们等着开放了 其他专家都等着 所以我们赶快 看看时间 我们来讲一讲 好学术的定义 第一点 我等一下还要讲 这里不多说 只说 好的语言 就是对一个project 中国叫做 课题 一个项目 一个研究项目的 汇报 而不是其他 等一下我们说 其他的 第二点 要有好的内容 而且 它的信息 它的内容 它的结果 有助于 有助于 我们用英文来讲 就是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enhancement of knowledge 对知识的提升 感激 有帮助 换言之 就是我们国内常说的 要有创新 但是我们经常是 概念上的创新 学者 做好学者的工作就行 我们就是要在概念上 不断的推陈出新 对这个社会 有一些指导作用 就行了 或者有一些提醒作用 警示作用 就行了 这种 这是我在几个方面都要求的 我招的博士生 我会跟他说 你这个博士 要过的话 你起码要说服自己 也要说服我 你里面有 contributions to enhancement of knowledge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品位 也在寻找 你的创新点 否则的话 神狗专家 不会让你过的 第二点 我自己编杂志 或者我为其他杂志 审稿 我也 有意 去寻找 你的论文的 散光点 创新点 创新的地方 新的知识 有些人担心 中国的故事人家不听 外面人不听 不感兴趣 我经常的反馈 回答是 我们要先反思一下 我们故事讲好了没有 不一定是别人不想听 我的国际上的同事 很多人都想了解中国 我另外一个讲座 我另外一个讲座 第一个讲座 就是专门提到这个 专门提到 我的一些论文 实际上 写的 比较 糟糕 即使我出国三十年 我用英文写了七八十篇文章 包括二十几篇SS 我寄出去的文章 经常还是被改的面目全非 等于你们看到的那个论文 拷贝也是被改的面目全非 最后改的编辑也累了 我也累了 最后我就想 不论你提什么我都接受了 最后呢是兵杰人 算了我也欠着你了 虽然不满意 给你发了吧 最后就发了 为什么 那么不满意的 人家还发 因为 我讲的是关于中国的 中国的翻译 中国的翻译效果等等 人家也希望 什么叫做 contribution to enhancement of knowledge 特别是universal knowledge 中国的知识 对国际的知识 学界的知识 也是一种补充 所以 人家也是想去看的 我的意思是 不要与 我们中国特殊 别人不感谢去为借口 给自己开脱 我们自己要做得更好一点 第三点 语言 我们今天讲座的重点 我很关注这一点 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要讲好自己的理论 观点 自己的研究 自己的课题 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让语言 成为其中的概念 障碍 我们经常会遇到几个什么障碍 你可以从刚才这个中文这里 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语言 语言 偏向于毁色 偏向于复杂 偏向于长句子 特别是 特别是 当你用英文写 一句话 四五行 五六行 每隔两三句话 就一个复杂句 符合句 很麻烦 用了很多行文词 也很麻烦 用了很多副词 也很麻烦 用了很多一定词 也很麻烦 这些尽量避免 在我看来 最好就是 平铺指数 最好就是用Straight Forward Language 不要让它指引自己的障碍 其中两点我要提一下 我们的语言 等一下我会举例子 说一下 第一 要predictable 我们的内容 可以是unpredictable 可以是新的 但语言 一定是人要熟悉的语言 人家才会愿意看你的文章 第二 要patent 要合乎规范 第三很重要 要accessible 一定要人家可以读明白 可以认读 可以认读下去 第二点 我自己想的 很多专家或同仁可能不认同 但我对于我的学生 我有这个要求 语言方面 能重复的 重复不要紧 什么叫重复 比如说 你说 你说 某样东西 2.0课程 有多少多少个特征 有四个特征 第一特征一段画写 第二特征一段画写 第三特征一段画写 我个人喜欢 我个人喜欢 可能有些同仁不喜欢 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探讨语言 现在先不说了 继续说一下 整个论文 要有structure 要有一个规范 要有一个可以公认的大家接受的格式 甚至你可以百用不厌 我觉得在我们人生中 学术生涯里 二十年到十十年 如果我们写十篇二十篇三十篇论文的话 自己培养出一个两个常用的格式 很好 我每次都套用同样的格式 去写不同的课题 挺好的我觉得 因为学术追求的是 思想的教育 传播 在形式上多快好省 我觉得挺好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细说 所以先不说 最后再提一点 哥的article Academic training很重要 对于我们国人来讲 我觉得第一点 我们要用心 要善于思考 这个思考分几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个是typology 就是 细节我们也不说 比如说说到2.0课程 它有多少的特征 那你应该有这种分类的能力 2.0课程它的特征很多 教学法任何一个教学法 它有各种特征 你把这些特征有效的 合理的 合乎逻辑的分成几类 你要有一种heuristic 这种学术的决断力 为了学术 我怎么把它分成几类 这个heuristic类很重要 还有一点 就是个人的判断 什么叫critical 很多人说是批评 在我看来 就是自己 在一个万千世界里头 把握住 建立自己的narrative 建立自己的视角 或者说法的那个过程 就是critical 而不是人言一言 听跟着别人走 这就叫critical 那logically和economically 大家明白我就不多说了 我现在回去 我们讲完了 下面要讲我所谓的陷阱 其实 刚才看到的这个 这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陷阱 他在想方设法 用一篇论文 去解释 什么叫做2.0课程 为了解释2.0课程 又讲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他的陷阱就是 他讲的不是自己的课题 这篇论文 你按照他这个摘要的写法知道 他的论文和他的研究 和他的课题 没有关系 他讲到的是2.0课程 而不是他的课题 具体地说一下这个trap 这个陷阱 这个陷阱 它可以在我们的常人的语言里头 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说法有关 大家看一看这个说法是否很熟悉 摆事实讲道理 我们经常要求学生学会 摆事实讲道理 这也是我们高考做文的一种主流方法写法 要讲道理 怎么用心 比如说用心做出选择 比如说 为什么白眼比黑眼更加有 有益 比如说 安乐死 为什么可以实施等等 这些都是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做法 但这恰恰就是国际学术写作和发表的一个陷阱 大家可以猜一猜我怎么想的 如果我认为这是陷阱的话 那么出路在哪里 你们觉得如果要去 可能回去大家不接受 不接受不要紧 我们今天做一个brainstorming 做一个头脑风暴 除了摆事实 讲道理 有没有其他的做学问的方法 我自己比较欣赏的 我希望可以更多的一个做法是这个 你的论文 你的论文 我昨天向我的评 评审和给大家反馈 我专门就专门讲这个 为什么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摆事实讲道理 我今天强调的一点 我今天强调的一点 比较容易发表的国际 国际学术的文是 讲课题 你专门讲你的课题 你的课题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 它解决针对什么样的问题 进行研究 采取了什么方法去研究 你的课题得出了什么结论 你自己根据这个结论做出了什么思考 最后 你的总结 你总结你的课题做了什么 这就叫做讲课题 摆证据 就思路把它改过来 我觉得 如果说起来 我相信 第一种做法 左边这个做法 比较适合 报纸 或者社会上的 这种消遣性的 杂志 或者那种 经济学人 这种报纸 甚至包括我们一些 国内一些 CSCI 抱歉 我发不出这个词 因为本来有没有 SSCI都不知道 这两天 为了申报西北大学才知道 还有一个SSCI 如果你要在SSCI发表的话 右边的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左边的这个是一个陷阱 可能大家不接受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 写学术报告 就像写股市 股评 旅游的邮寄 或者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社会的一个评论 就像我们去到芝加哥 看到了这个芝加哥满城的这种新的建筑 我们就去研究这些建筑 就去拍这张照片 去描述芝加哥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芝加哥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讲事实百道理 这个很难发表 这个呢 你将来把它留下来 用来写书挺好 你可以写一本 芝加哥一日游 芝加哥的历史 芝加哥的前日以今生 芝加哥的变化 芝加哥是一个美国什么城市 你可以写一本书挺好 真正的学术论文 应该是这个 大家能看出我这个图画的意思吗 是透过一面 我们中国叫什么哈哈镜 或者反正一个镜子 我们学术的角度来讲 就是透过一个视角 一个模式 去看现实 去看一个存在的世界 去看一个真实的客观现实 比方说 我们用一个望远镜 去看 芝加哥 我们会得出一个印象 那我们描述的就是 通过望远镜 看到的芝加哥 那就是走马观花 蜻蜓沿水 对不对 也可以用个显微镜 去看芝加哥 用显微镜去写 去写 新加坡 那么可以写出 新加坡的 那种深度油 新加坡 又说新加坡 芝加哥 通过显微镜去看 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是五毛 我可以写一写 外国的资本主义社会 新加坡 芝加哥 对不起 又冒犯了新加坡 外国的资本主义社会 的一个代表层 是芝加哥 什么样子 如果我是一个美分 我跟你说 美丽的芝加哥 是什么样子 什么意思 课题的性质 就是通过一个工具 通过一个视角 去探索真实的存在 我不是直接了当地 去讨论芝加哥 而是通过一个模式 一个视角 一个理论 去探索 芝加哥的某一个细节 这是第一个使命 第二个使命 是改善研究工具 不断地推动它 使这个研究工具 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好 比方说你说 你可以批判这个镜子 你这个不是一个忠实的镜子 显微镜 你这个是哈哈镜 你这个是丑化镜 你把芝加哥给丑化了 你把芝加哥给丑化了 那么我就不断地去改善这个工具 或者说 反过来 我用一个美化镜 你看到广州到处都看了个广告 叫做美化广州 那么如果这个是美化过的芝加哥 我知道 斯珊说一句话 Every viewer is contained by his view 每个人的视角都限制了他对世界的理解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 我就不断地去改善这个视角 去改善、改良这个工具 让这个镜子越来越科学 越来越优化 越来越合理 这是我们要做的 而我们写配合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论文使命这个 我们论文的使命 关键的一点 不是写芝加哥 而是写 我们通过什么一个镜子 看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芝加哥 结果 结果芝加哥是这个样子的 或者结果我发现这个工具有问题 我要推进它 我要改良它等等 这个就是可以发表在国际学刊上 起码是相当一部分国际学肝脏 不一定是每一份 但是 关键是 你要把课题给做好 我再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我的配本 如果可以发表 或者我决定 发表某一个 配本 或者我通过某一个配本 这个依据是 这个依据是 我认为 这个学者 已经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专业素养 他的个体做得很好 我给他的靠牢 我给他的奖赏 就是让他的配本可以发表 让这个配本可以通过 可以出版 绝对不是 因为 这个配本 讲出了真理 绝对不是 因为 这个配本 讲出了事实 绝对不是 因为 这个配本 正确无误 他里头的信息 内容 道理 正确无误 绝对不是 这些 而是因为 他有足够的学术修养 素养 他这个课题做得很好 他把课题 汇报得很清楚 他把课题的来龙去脉 还有他的创新点 讲得很清楚 所以 所以 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的舆论里头 经常批评 国外 国际 维新统一 是有道理的 国际学术 关心的 这个 不是事实 也不是真理 他关心的是 你个人 学术的成长过程 你的学术 和你的学术生涯 成长 是否成熟了 成熟的标准 标准就是 你的paper可以发表了 发表了以后 你可以通过这个paper的发表 获得晋升 或者出过开会的机会 等等 绝对跟真理没有关系 所以呢 这就是维新主义 而不是唯物主义 那反过来说 唯物主义的paper 在国际上很难发表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 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 跳出了这个陷阱以外 我们所有的陷阱 讲事实百道理 那么跳出这个陷阱以外 以后 要思考的就是 要建立一个结构 我说了 我是一个多元主义者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套真理 只有一套 一条表述真理的方法 我不相信 但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学术容易一点 多出点成果 我也不想跟自己较真 我也不想一辈子活得像 天天 我觉得我很佩服 有些学者每天都在 写东西 我不行 我是坐下了一个小时 就很难受的人 或者睡觉 或者就要站起来的人 交道题找个人 我希望我可以活得轻松一点 所以我会给自己找一些 比较熟的熟路 中国人叫做套路 或者桥段 我希望有些套路 我希望有些套路可以走 但是我也提醒自己 除了一条套路 可能还有另外一条套路 还有第三条套路 我自己这辈子写了几十天文章吧 估计 我基本上用三种套路 我今天主要讲其中的一个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套用的套路 另外讲一个比较少用的套路 比较用的 比较辛苦的套路 这个稍再提一下个学 我先说一下这个 题目也叫做 an alternative structure 不是一个主流的 是一个另类的 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 除了罗马一条路 还有罗马第二条路 还有其他路 那么这个结构就是 一开始introduction 前言 简介 然后第二个环节 直接呈现出一种conclusion 一种结论 也就是一种none的东西 或者一个product 或者一个mini 直接把这个 大家可以接受 或者不能接受 一种结论表现出来 说这个就是结论 这个就是意义 这个就是某种东西 某种产品 某种概念 某种等等 第三个环节去讲 第三个章节去讲 有多少个途径 多少个可能性 多少个方法 可以达到上述 可以达到上述的 上述的结论 或者东西 或者作品 或者产品 或者意义 有多少种 我认为 第一种什么 第二种什么 第三种什么 第四种什么 这个讲来以后 我们进入到第四个章节 在上述 在上述多少种 可能性 和选项里头 我 决定 接受什么 什么原因 我认为 有多少个选项 多少条道路去罗马 我认为 坐飞机最好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把它讲出来 最后 再做个看出去 这就是我所谓的 另类的一种提供 不要忘记 要写 references 中文references 昨天我也提到过 不要用参考书目 国际发表惯例是 引用书目 你引用了什么 写什么 没有引用的 抛出 再来 我说一下 这种 这个结构的来龙去脉 这种是一种 倒过来的方法 昨天华大有位老师 杨敏敏 站在 杨敏敏 在哪 赶快跟校长 跟院长讲 杨敏敏去席 不过说一点 其实应该 他的思想很成熟 他的论文就是这个结构 很厉害这个人 我觉得 这是一种比较 道家的 一种写法 他对 各种学说 有一个把握以后 挑选他最能接受 最合理的学说 我觉得这个杨敏敏同学很厉害 我说一下这个方法的来龙去脉 它基本上是一种Cultural Studies approach Cultural Studies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关心的是什么意义 Cultural Studies关心的是意义的产生和意义的产生过程 他把意义的产生过程表现出来 先去 先确认有一个什么意义 然后下来说 这个意义是怎么产生的 这种方法很挑战 所以我说昨天那个杨敏敏同学很厉害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例子 在我们生活里头 大众传媒里头 这种Pop Culture叫什么 通俗文化里头 有很多例子 这些作品都做得很好 一个是英国的电影叫做Becoming Jane 称为简爱 以前我们看的电影都是简爱 简爱怎么怎么 这个电影讲的是 简爱之所以成为简爱 为什么 推荐大家看这个电影 特别预兴 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真好 再举个例子 美国的Promising Investigation 叫做什么中文忘记了 叫做罪恶之类的 现在调查 这个也是先把结局讲出来 然后再 这个叫做什么 反术还是叫什么 逆倒术倒序 然后把他的这个来龙去脉给你展示出来 中国以前有个电影叫雪色清晨 也拍得很好 先说早上发现一个什么案件 然后在各种推理 告诉你这个案件怎么产生 我自己尝试写过一篇名章 叫Becoming Equivalent 成为对等 讲的是翻译 没有对等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对等 也是把他来龙去脉 讲清楚 这就是所谓的 这种Portual Studies的一个结构 但我也说了 它是一个alternative结构 下面要讲的是一个主流的 或者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范式 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 基本上就是你们拿到的那个拷贝件的结构 大家看一眼 我们先看来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这个结构 我自己比较了很多Pay的 我决定把这个选出来作为拷贝件 提供给大家参考 是有目的的 因为它并不完美 但是也要说明一点 所以它其实 恰恰恰恰恰恰是有不完美的配方可以发展 因为它完成了一系列 改完成的程序 大家先說一下這裡有什麼是可以改善的 大家看一眼,就看,光看這個structure 就光看一下這個road map,這個路線圖 大家覺得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方 有沒有 看著很多人在笑,很多人在點頭 要改什麼,起碼有一個很常見的錯誤 有什麼要改善 第一個結構是1.1,沒有1.2還要寫1.2 對,沒有1.2,你為什麼有個1.1呢 這個第三也是,沒有3.2,為什麼有3.1呢 我說一下,這就應該改 如果雜誌認真一點,這個錯誤也會避免 但是我們最後看一聲也疼了 來來回回改了四次 最後編輯也請過四個專家來幫我改 因為他很想發這篇文章 改來改去後來都不知道哪個是正確的 我回頭這個發出來以後就發現這個問題 我看我第一稿寫得很差 但是這個標訊是正確的 比方說,這裡有1.1還有1.2,1.3 比方說,Data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有3.1,有3.2,這個4原來是3.2 然後4.1原來是3.21等等 因為改的太多了,大家都趕累了 最後呢,最後一遍大家都不懶得看了 最後就出來了,也是個笑話 但是,恰恰就是這些文章 因為,這篇文章大家看也叫做什麼 我忘記叫做Questioning readers,是嗎? 對,大家知道 研究翻譯的人 第一關心理論 第二關心作品 第三關心譯者 如果有人關心讀者的話 這就是個創新 大家也知道 翻譯研究 很多翻譯評論 分析 錯誤分析 結構分析 認證分析等等 但是 缺乏一種叫Empirical Studies 實證分析 這個是一個實證研究 所以,它的課題方面 設計的比較完善 在課題的實施方面 有從頭到尾 一起合作 在它的想法方面 是有創新的 你如果研究 最新的翻譯理論 你會發現 翻譯理論 已經從作品 一種 已經走到下一步 叫做 Empiremental Readers 或者 Co-P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或者 Co-Production of Knowledge 比方說 Mona Bacon 2017年 2016年 他新申請到的一個 英國的最歷史上 最高的一個個體經費項目 一百萬零瓣吧 就叫做 Translation and Geological Knowledge 翻譯和知識 普世 他關心的是知識的傳播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當你進入到讀者這個範疇以後 你就是創新 不但是你想發表 編輯也想發表 雜誌也想發表 這就是一種理想的狀態 最後 不是我想發論文 是編輯想幫助你發論文 編輯為了幫助你發論文 無論你的語言都沒有破 他給你搶方設法 請幾個專家來先入輔導你發論文 這個不是很罕見的 我歷史上見過三次 我1993年寫的一篇文章叫 Sex Act 性行為 跟性沒有關係 跟Gender Studies有關係 當時Monash一個編輯 打長途電話 當時長途電話很貴 大概一分鐘一塊錢 一刀左右 1993年 他在電話上幫助我改這個稿 改了兩個小時 你可以講那一篇 而且這些都是我免費 他們出錢的 這篇文章改了四次 也不是我出錢的 我一分錢不花 是他們想花 他們花的錢 還有一次是 以前我只是投稿給 ITT 叫 Interpreter Translator Trainers 我現在也開始幫他做 做 做 Ball Member 叫什麼 評委 編 編 編 以前我寄了一篇文章 兩個reviewers 一個說可過可不過 一個說不過 都打回來了 我說那我接受結果 我重新改圖其他早期 結果過了幾天 編輯又寫一封信說 我來幫你改 我們要發展 你再寄回來 所以我的歷史上 我都經歷過三次 只要你把一個課題做好 你用心去做 你會成長 編輯也會幫著你成長 畢竟對於某些 我覺得相當部分的學者來講 peer growth peer maturation 這種peer development 彼此之間互助成長是很重要的 這裡我們回到主題 這是一個大致可以接受 而且比較常見的poll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 比方說 一定要有introduction 第二點 一定要有research design 你的課題 或者叫做project design investigation design 也可以 你的課題的設計 其中一定要包括 假設或者問題 research questions 一定要包括research methodology 一定要包括research procedure 比如包括Dartan collection 剛才我說 這個論文的結構還有問題 一個小的章節裡頭 不應該用太多更小的章節 比方說research design and procedure裡邊 沒有必要寫到2.1到2.9 這也說明我剛才說到的幾個詞 我自己當時沒做到 我的分類能力 特別是學術分類能力 當時不夠像 如果這方面像一點 我可能會給它分類 分成三類四類或者五類比多 不會分到九類 那麽第三個章節 為什麽這裡 好像我這個 這裡原來有個1 1 這裡好像 我這裡有 到這裡有 不知道為什麽 下面 analyse是3 不知道我這裡有 一段有數據分析 如果有可能的話 再加上一段叫做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ysis 你自己的解釋 中國人叫詮釋和解讀 你給他做出一個什麽解讀 最後 一定要有個conclusion 這還不是最後 最後的最後 是應該有references 當然 也可以加上acknowledgement 和appendices 這是總體的結構 那我很快要進入到具體的表達法方面 下面我要講到結構講完以後 我們要講到一個劇情或者表達 或者劇法或者表達法的問題 進入這個主題以前 我先說一下 為什麽我要專門講這個 因為我覺得我們很多 包括自己 都面臨這個陷阱 面對這個陷阱 我們要不斷的提醒自己 要繞開這個陷阱 要繞開這個陷阱 害怕自己忘記怎麽辦 再放一邊圍起一個隔離帶 不要走進去 然後要在上面鋪一些板 不要走上來 不要走進陷阱 這些我要說的 就從語言上 怎麽採取一些預防措施 這個預防措施是有變形的 你可以去改變它 你可以去替換它 但我希望 作為我們第二語言 我們都不是用一些做出身 我們用第二語言去寫的話 要牢記這一邊 避開陷阱 採取某些預防措施 預防措施 包括語言句型上的預防措施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先從題目來講 題目不要太長 就四五個字最好 當然還可以有副標題 在Column後面後 在第二行 小一點的Font Size 可以給一個長一點的副標題 最好的題目 在我看來 一方面是State Forward 有啥說啥 畫龍點睛 平鋪指數出來就行 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為了表現出你的智慧 你的創新 你的思考 最好能用一些twist language twist 包括 比如說Punks Punks中國叫說關語吧 Manifest 隱喻 Irony Irony叫什麼 叫諷刺的文化 我舉幾個例子 這是我的一些配本的titles 有時候 當你說 我對 比如說我曾經寫過一篇論文 叫做 對廣東話的社會語言學效果的分析 這個題目說明什麼 這個題目說明我把一個課題給做出來 但你說明什麼 也說明我欠缺一個critical thinking 我沒得出一個結論 我缺乏一點思考的閃光點 所以有時候太過平鋪指數的一篇論文題目 說明思考還不夠成熟 我這裡舉幾個例子 一個題目如果好的話 又說明了問題 說法很清楚 又說明你有創新 有思考的閃光點 比方說 第一個 Translating life to generate new knowledge 這個就跟一般的翻譯論文不同 因為大多數人研究翻譯都研究忠實與否 準確與否 我在這裡說的已經不是 accurate translation 甚至不是按頭翻譯 大家都知道陳旺道為什麼是個偉大的翻譯 因為他坐在採訪裡頭把共產黨宣言翻譯過來了 唐先生為什麼是個好翻譯 因為他成立了一個工作坊 把很多翻譯招來放在那個房子裡 讓他們專心翻譯 但我在這裡說的是 翻譯是一種社會活動 你走出桌椅 走出書房去參與社會活動的翻譯 所以叫Translate life 一下子就跟傳統的翻譯不同了 然後傳統的翻譯 我們都說 翻譯是窗戶 橋樑 什麼什麼 我們是一種轉換的過程 支持轉換 或者開放接受信息的過程 很少有人想到翻譯是知識創新的過程 是新的知識產生的過程 所以我這個論文題目叫 Translating life to generate new knowledge 這個new knowledge 跟我們對翻譯的傳統的理解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它有創新 起碼兩點 第一點是life 第二點是new knowledge 我很高興我16年這篇文章出版 發表 16年 莫娜貝克申請到她的項目 Translation and genealogy of knowledge 我提前在她前面 她的研究者我就出版了一個 當然她的影響力比我更低 我跟她沒得比 她很有影響力 但是她要做的東西 我已經發表了一篇 我也高興我經常做的東西 我可以給她的一個龐大的翻譯 再造的工程 我給她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 一些新的養料 一些新的證據 一些新的說法 那麼我相信 編輯也會願意發表 實際上我來就發表 一年以內 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 Becoming equivalent 或者equivalence where there is none 在這裡你也有一種 哲學意義的思考 實際上 我前面說到的視頻 有一個視頻 南京大學的講座 《漁屋對等處》 講的就是這個 如果大家對這個感興趣 不妨參考一下 這個《漁屋對等處》的講座 沒有對的 為什麼會出現對的 第三個 Teaching Translators through SDR 我們一般人提的都是 交翻譯 我在這裡已經把 交翻譯 Teaching Translation 改造成了 Teaching Translators 就一個字的感動 你就表達出了創新 而且是直接了當地表達出創新 第四個 裡頭是個cut 也是個metaphore 因為 我研究的是 一個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是這個叫什麼 美國的電視劇 Desperate Housewives 瘋狂嘱咐 它的字幕和配音翻譯 但我想到了一個詞 就是一個劇本 是 Shakespeare The Ten of the Show The Show 講的是 中文版的一封 遜漢技靶 我繞得彎想到了 所以這個 就講怎麼去馴服 一個美國戲劇 讓它可以在中國供應 實際上是不容易的事 比方說 央視當時 我們保證 承諾 不刪不改 原封位 幾乎同步的跟美國一起播映 這個 最後沒做到 為什麼 很難 有各種障礙 包括 身之形 包括 等等 那 所以我就把它搞成 Timing Desperate Housewives 所以它有個Punk在裡邊 最後一點 我以前研究的是媒體 我以前 我明天還要講這個例子 就怎麼去寫藤部的問題 我會說到 你不敢批評一種制度 那你起碼敢批評他的一個人 不喜歡的人 特別央視 批評央視我覺得很安全 因為央視很多人都不喜歡 所以我就寫這個 所以我批評到 它不是一個Mass Media 它是一個Masters Media 是精品電視 而不是大宗傳播 這是他一個方面 Abstract 這就是你們拷貝件裡頭 可以看到的Abstract 如果你們拿到了拷貝件 直接可以看這個拷貝件 我把其中的一些關鍵詞給留在這裡 一些那種Flesh 那種Dead Meat 那種多餘的類罪的肉 我給它去掉 在這裡就是為了說明 最後的這個字最重要 最後這句話 這句話 我們要反复提醒自己 我寫的是一個研究 是一個研究報告 我要專門在這個Abstract裡頭提到我的課題 甚至你可以 我以為我有聽到 甚至你可以 直接了當地說 我這是對一個課題的操作以及成果的匯報 再要一定要記住提到這一點 把它當作一個故事寫出來 我這個課題研究了什麼 為什麼研究這個 回答什麼問題 然後得出一些結論 所以這就要在論文本身要表現出來 這個是Abstract 我們剛才說了一個Payette Abstract以後第一段應該是一個Introduction 那麼Introduction我會這樣寫 我剛才說 既然知道有陷阱 就要提醒自己繞開陷阱 那麼從語言上 我就會規範自己 沒有必要在語言上跟編輯去交織 對不對 自己用一個套路 這個套路用俗了 就反复去用它 然後 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在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 然後下面我開始報告這個論文了 那這個就是影子大學 大家想一想 如果讓你去寫你的Introduction 你會怎麼寫 有沒有一些關鍵的句子可以用 除了我這個以外 有沒有一些可以替換的 Substitute sentences 有沒有一些可以替換的句子可以用 在Introduction裡面 我先給大家做個例子 等一下的其他的章節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在語言上 我提醒自己跳開這個陷阱 避開這個陷阱 我起碼也可以說 這個陷阱的探討 在這個陷阱 在韓州、北京 在1990年 多少年 等等 我為什麼去做 做了什麼什麼東西等等 這也可以使用 另外一個 也可以 Inspired by this and that theory 比如說 inspired by Mona Baker's theory of activism and translation 受到他的啟發 我決定在廣州開展一個什麼樣的項目 等等 那你這個陷阱就做完了 這一篇 是一個量化 統計 實重性的 報告 所以我用的不是 research questions 我用的是hypothesis 假設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assuming什麼什麼東西 the researcher hypothesized 做出了以下的假設 這些假設 這些假設包括 第一是什麼 第二是什麼 第三是什麼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寫配合 你不是這種實證性的 你用的是research questions的話 你會怎麼寫 同樣的一段話 你會怎麼寫 昨天楊明明這個就寫得很 很專業 大家想想自己會怎麼寫 也是為了提醒自己 我做的是一個 我寫的是一個課題 我寫的不是現實 不是真實 我寫的是課題 大家想一想怎麼寫 哇 我要抓緊還有實力 那可以直接老當地寫 the investigation was designed or was intended to address three questions 一二三是什麼 這就是那個拷貝鍵上的寫法 我在不斷地提醒自己 我寫的是課題 我也不斷地向評審專家去表明 我在這裡匯報的是課題 這個課題研究的是如下三個問題 research design裡的話 有個method 我在那個拷貝鍵寫的是 這個研究設計 have been inspired by methods a research procedure involving the use of two gases interviewees were exposed to the gases and invited to discuss 等等等等 Lander first introduced this procedure 我也在提醒自己 我這裡寫的是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使用了什麼什麼方法 什麼什麼模式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去寫一些替換方法怎麼寫 這個是其他的幾種寫法 表達同樣的意思 表達同樣的意思 但不同的寫法 在這裡我寫的也不是真實的什麼什麼情況 而是課題處理了什麼數據 用什麼方法處理了什麼數據 比如說在這裡用了descriptive and 推理的 inferential statistics or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這些數據的處理 即取之於三個 sample 孤立的 sample 也把它們綜合在一起 進行了處理 這個處理的結果 通過圖一圖二圖三表現出來等等 還在提醒自己 我在做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本身處理了什麼數據 那麼替換的一些表達法 包括這些 the investigator collected the data which he then subjected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he analyzed the data of the three samples both in isolation and in combination 等等 你可以一直講下去 其中的一段 是一種描述性的descriptive 也是不斷地提醒自己 我寫的是數據的分析過程 我要說明這個數據 分析採用了什麼方法 為了什麼目的 比如說為了測試第一個假設 我去處理了這些數據 然後這些數據 結果分析結果 表現在什麼什麼table裡面就行了 那麼替換的劇情可能是這個 第二個假設是 hypothesis one was that the readers would do this and that 然後this hypothesis was tested with analysis of data through什麼什麼東西 那你這個東西也不要拿去 這個因為時間有限我就跳過這個 這個就不講了 下一個conclusion 因為沒幾分鐘 我要先提兩點 我剛才提到一個是predictable 一個叫做repeatable 在這裡可以是一個例子 conclusion 最好是在某個程度上 重新表現了你的introduction 或者extraction introduction說我要做什麼 conclusion裡頭你說的是我做了什麼 是時態的不同 introduction說我將要做什麼 或者extraction說將要做什麼 conclusion說我做了什麼 它唯一的不同就是你要多談一談 你的findings 你的findings 我做了什麼 然後說我發現了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比方說 這個就是你們在拷貝鍵上看到的那個conclusion 為了研究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我進行了什麼什麼要效果的研究 然後這些研究的成果裡頭 有一點最令我吃驚或者驚喜等等 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個 記得這個嗎 梗蓋 這個是剛才看過的梗蓋對不對 大家看一眼 我在一開始寫過的梗蓋 這個是說本論文介紹了一個什麼什麼課題 將介紹什麼什麼什麼課題等等 那麼conclusion如果用中文寫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把梗蓋部分的重複一下精華 重複什麼叫做2.0課程 然後說我們的效果研究以及學生動機的研究得到了以下123成果 你就把成果滅掉表達出來就行了 這個就是結論 我看了 我看了沒時間 如果有時間就放幾個quiz 還有四分鐘 有十個問題大家看一眼 大家看一看 這個是應該這一段話應該出現在哪裡 露了一個 這個應該有一個hyphen 這個應該是什麼 這個呢 應該是 最有可能出現的地方 什麼 research design conclusion 像不像是adstrand的东西,像不像conclusion的东西,也不像提法,从test就能看出来,像不像research design,像introduction,是introduction,这个是什么? 我相信答案不用我给了,你们互相已经给了,下面一个,which is a valid substitute,一个有效的,可以接受的替换词,替换那个capital letters,哪一个?哪一个? 这个主要是为了纠正我自己的presentation的偏差,我今天的presentation推销的是一个统一的大一统的模式,在这里为了说明各种可能性都可能存在,这四个都是有效的。 哪一个不是一个valid substitute? 是最不有效的,最差的。 从实态上来看的话,应该是b。 从实态上来看的话,应该是b。 那这个就是变形在我这里没有变形,在我做的时候,都是abcd到了这里,应该是will address,这个实态有问题。 在我的苹果地上来看的话,在我的苹果地上不是abcd到这里abab,抱歉,抱歉,抱歉。 这个,这个是quite is not a valid question, 其码有两个像valid question, a,b都很像valid questions。 它们你要写research question越简单越好,直接了当地说, Yen Fush translation在什么地方不同? 那第一个挺好。 第二个,was there any textual evidence for training that the discrepancy found in Yen Fush translation was delivered? 是有益而为之的。 那这个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C和D都有点问题。 它们本身也是问题,但是我宁愿你把问题直接用问题的句型表达出来。 后面是个question mark,宁愿更好一点。 两个里头,我自己更接受C多一点。 第一,我觉得更差一点。 太模糊的。 而且不是一个,它用的是一个question mark, 但它的question是,这个sentence是一个statement。 这是它最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 a statement followed by a question mark,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里都是四句话,哪句很不同? 哪个最不同? alove? 有点alove phase,可能是D最alove phase。 但起码,这里都跟research design methodology有关,大家注意一下。 哪个和其他三个不对称? 哪个显得怪了一点? out of place 一点? 我今天讲座,专门提到一点。 我们要批养一种heuristic, topological的这种能力。 学术的分类能力。 这里头呢,D,D是一个结论。 SDR,SDL,SDL,有一个什么什么效果。 SDL是student self-directed 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它的效果很好。 A,B,C,是它很好的三个方面。 为什么好? D说的是很好。 A说的是第一点有什么好。 B说的第二点有什么好。 D三点,C说的是有什么好。 前面的三个是小的分类。 最后一个。 as a conclusion, which sentence is not really good? which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a sentence? 从几个方面可以说。 如果说从第一句话来讲的话, 应该是C out of place, 因为其他都是第一句话, 现在开始做结论了。 对不对? 如果从内容方面来讲, 是C也是C。 为什么? 我愿意在这里说, 比如说,according to 张三理事。 张三理事说, 红色比蓝色更怎么样。 这个不是你的课题的成果。 这个是你在讨论过程中可以以用的别人的话。 它不应该成为你成果的一部分。 所以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讲, 它也是Out of place。 最后, 大家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做得也够久了。 我们也就结束了。 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最后一句。 由社会主席来协调一下。 告诉我们应该。 我就下酒了, 这应该是主席的位置了。 谢谢。 感谢金永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刚才金永教授就论文的范式, 以及好论文、好学术、好论文的各部分结构的具实的表达法, 用正反两方面的大量的势力, 对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讲解。 让我们深色启发,收益匪浅。 现在让我们一顿的掌声, 感谢金永教授的精彩广座。 好,现在让我们休息十分钟。 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 我超时了。